到了,我問你,你對第一次來東京的近郊,興井澤,你有什麼感想? 沒有感想,還沒走 很遠,我只覺得由上野搭過來,是嗎?搭過來興井澤 都真的一個小時,很容易上山 所以其實一個小時都走不掉 我們去完機場,再過上野都差不多一個小時 非常過,上野半個小時 上野過來這裡就一個小時 即是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過來 所以是很久了,進來的時間 所以明天才可以告訴大家,究竟興井是有什麼玩的 但我看上網有很多東西看的瀑布,有很多東西看 明天再帶大家去看 梳妝和洗,即是刷牙洗手、洗臉就是這裡 很久了,還有一套東西給我們 還有這張卡 雖然我都不太懂解釋它 都可以的 有很多的,原來我Body Lotion也不用大力 然後還有這個,還有牙刷 牙膏 然後還有,還有一個浴霧 還有棉花棒 還有毛巾 還有毛巾 最多看來這裡就是浴神 就是這樣 挺好的,這裡有洗頭水、沐浴爐、洗澡 不錯,還有浴缸 還有一間房間 兩張床 兩張床 然後還有這些,可能是酒店的手側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 然後就是這樣 還有兩張沙發 原來這個按鈕很特別 這個按鈕是開窗的 這個是開,所以叫山 就是這個 這個窗 因為這裡寫著是恆溫 所以這裡寫著 因為季節性 就是這樣 然後進來這裡 就是有些 可以掛山的地方 不錯 還有一雙拖鞋給我們穿 我都馬上穿了 明天就坐在這裡化妝 好嗎? 你又在拍影片嗎? 是啊 我化妝 做了一整天這麼多位 這裡真的很方便 我坐在這裡就可以化妝 我嫌它鏡太遠 但是我要這樣 出發 是啊,我們出發 第一天出發 在興井宅Outlet那裡吃早餐 其實有很多紅葉的 可以看看 因為我未見過 因為我未見過 風葉和紅葉是否一樣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不一樣嗎? 不懂 因為我都不知道 我現在第一次看 風葉而已 所以有點緊張 其實我沒有預計是有風葉的 誰知道 那些人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當作是一個優惠 我塗在嘴裡就可以了 是me more 女人去旅行 這裡就是我們在酒店走出來的景色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我們一路走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地方也挺漂亮的 所以就在這裡拍了幾張照 沿途也看到很多樂業 這裡看 是水都在腦筋間裡 什麼會要抱著這幾張照片? 我拿著它 來抱著它 真的不是一個很享受 下面還有很多紅葉 在下面 其實還沒到景點 這裡就是我們走進雲長池的一條路 兩邊路也有很多樹木 很漂亮的 這個就是排指示告訴我們 我們走進雲長池 到了雲長池 他們已經有一些蜂葉 就是紅葉的那些 但其實那些樹已經下了 你看 已經沒有樹葉了 這邊就有這間 距離說的餐廳 這一間 晚上會比較漂亮 我聽人說 我都不太清楚 但我們聞到這裡很大股的紫尾 不知道為什麼 超大股的紫尾 我現在還聞不到嗎 這裡就是進來入口 看到雲長池的池 肉眼看是很漂亮的 比現在看更漂亮 雖然它的紅葉還未轉光 但是也會轉到一棵兩棵 它轉光應該十分之多 我們就在這裡設定了個架 就拍到合照了 有時候靜靜地走一走 遠離客市區 都有一種休息 不需要每次都說去購物 這樣就是最好休息 大家記得要走這邊 千萬不要走左手邊 左手邊是超多蚊 現在超多蚊 超多蚊 蚊是非常近的 所以大家選擇右手邊這條路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這句話我覺得說得很適合 現在這一刻 真的很適合運用到這句句子 雲長池 我覺得也蠻好走的 其實舒服的 有什麼可以讓你坐呢 說一下靜靜好 雲長池進來的感覺就是 進來的時候 腦子真的休息了 好舒服 對著那個 池和樹木 頓時覺得 嘩我放假了 真的 我不需要再在市區逼逼逼逼 這個也是我選擇 選擇輕井澤 來做旅遊 去旅行的一個地方 它完全是一個 給你的腦休息之外 還有輕井澤不算多人 這個地方 我不用再跟別人逼逼逼逼逼 所以是可以放鬆的地方 原來的 沿途走出來 看到很多很多的 矮的變成紅色的樹 旁邊的位置 其實 拍照的位置 其實都很漂亮 就像我剛才擺出的照片一樣 我們今天來這裡 這個是蹄子甘酒 還有這個 Honey Mew Honey Mew Honey Mew 我吃的是蹄子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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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到 就是Honey Mew 好吃 好吃嗎 這只是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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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正常香港的甘酒 這家出名的牛奶 好牛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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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我喜歡吃蹄子甘酒 這個就是 好牛奶味 好牛奶味 我喜歡吃蹄子甘酒 我喜歡吃蹄子甘酒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就給個like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